你好 今天为你准备的书是人间值得 小时候我们总是雄心万丈 想要成为伟大的人 想要做惊天动地的事 想要改变世界 长大后我们勤勤恳恳努力打拼 却只能疲于工作忙于家庭 活成一个普通人的样子 这样的人间值得我们来过一趟吗 来自日本九十多岁的心理医生 中村恒子奶奶会坚定地跟你说 值得 中村恒子出生在困难时期的日本 高中毕业就被迫打工谋生 既然巧合在叔叔的资助下读了医科 毕业时却因为毕业生过多找不到工作 只能在医院做义工 经过诸多坎坷 他才正式成为一名精神科的聘用医生 那时候的日本 女医生会受到职业歧视 所以她的主要工作就是寻找被家人关起来的精神病患者 然后带回医院 工作压力重大的情况下 中村恒子的婚姻生活也不幸福 结婚之后 丈夫酗酒 并且把赚的钱全部花完了 为了工作养家 他也只能让父母搬到自己家 帮他照顾教育自己的孩子 三代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沉溺于酒精世界的丈夫 隔代教育冲突的父母 体弱多病的孩子 让中村恒子在家庭生活中也心里交瘁 身处这样的困境 中村恒子依然努力在家庭职场中寻找平衡 努力把家庭和工作都经营好 他践行的法则就是把人生过得值得 过得欢喜 剩下的就交给命运 他的工作越做越好 患者评价极高 他在小儿子上初中时 终于有心力自己教育孩子 他的丈夫也因为酗酒 跌了一跤后脑梗死亡 中村恒子始终践行自己的人生法则 安安稳稳过一生 到了九十多岁高龄 仍然活跃在职场 《人间值得》这本书 就是他从人生经历里学到的东西 是他在坎坷但始终向上的一生中 收获的经验与智慧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 为什么中村恒子会说人间值得 人是为什么而工作呢 有人说为了兴趣 也有人说为了梦想 但对于大部分人 从本质上来说 是为了生活而工作 为了养活自己 为了养活家人 为了赚钱 有些工作不能直接赚钱 比如为上班的丈夫或者妻子提供帮助 帮他们照顾孩子和家人 帮他们料理生活起居 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赚多少钱倒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能够支撑自己和家人的日常生活就足够了 纵观无数人的人生 无论富贵与否 就是这样活着而已 中村恒子说自己刚开始从事医生工作时 并没有想着要救死扶伤助人为乐 只是审时夺势 无奈之选而已 他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小学老师 一共育有五个子女 经历过战争的父母重男轻女 及其宠爱两个弟弟 经常对家里的女儿说 从女校毕业后要么当老师 要么嫁人 总之要尽快自食其力 对于当时出身农村 孩子又多的家庭来说 这些话呢 再品尝不过了 好在当时在大阪开诊所的叔叔对大家庭里的孩子们说 如果有谁想当医生 我可以资助他全部学费 中村恒子就因为这一句话 决定成为一名医生 对于他来说 这个选择没有快乐不快乐之说 也无所谓想不想做这个工作 只是因为无奈 只是因为别无选择 哪怕工作之后 哪怕正是成为了一名医生 哪怕患者越来越多 他的名气越来越大 他也说自己没有什么野心 工作挣钱只是为了养儿育女 一直如此 等到孩子们都长大成人 能养活自己了 中村恒子也上了年纪 他也想过退休 想过不干了 但面对信任他的患者 他还是选择继续工作 如此寒来蜀网已经七十多年了 用他的话来说 就让人生顺其自然吧 至于人生价值自我成长之类行而上的问题 中村恒子说 一定要等到安稳立足后 在闲暇之余慢慢思考的 而且人生很长 我们都不用着急 慢慢思考就好了 如果你已经可以自食其力 工作十分出色 没有什么需求要满足 那可以试着考虑一下 还有哪些想法 哪些抱负没有实现 总之 为了活着而工作 为了糊口而工作 不管做什么 都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 因为绝大部分人都是如此 那如果工作遇到一些问题或者坎坷 比如遇到了在现在的公司没有发展 或者失去了工作的目标之类的 怎么办呢 中村恒子觉得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自己想的太多了 在大多数人的人生过程中 工作的时间占比最长 如果期望过高或心思太重 就容易失望或焦虑 如果被权力 地位 名誉之类的东西紧紧束缚住 在工作中一味地在意别人的眼光 很快就会筋疲力竭 要是这般勉强过几十年 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 一定会被工作击垮的 如果你心生这些烦恼了 不妨关注眼前 当你试着放下那些让你感觉心不在焉的想法 让自己去想 不妨先试着去做 或者如今到了大显身手的时候之类正面向上的话 心里就会顺其自然地坦率接受 当你积极应对工作的时候 工作的成果往往也会令人满意 而且在这种状态下工作 心情肯定也会很轻松 当你投入工作时 仍然发现某处有所不妙 那么就不断努力 不断钻研 困难自然会迎刃而解 如果还没去做就顾虑重重 那问题永远是不会被解决的 人生就会止步不前 中村横子说 当人活到七老八十的时候 胜利与失败都毫无意义 比如他就不关心头衔和职位 因为这些都如过眼云烟 如果自己和家人健康 精力充沛 有几个知己可以交谈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以这样的心态面对漫漫人生才是至关重要的 但如果工作让你一直做出巨大的牺牲 那一定要果断离开 毫不犹豫 在中村横子接待的患者中 有的人遭受职场欺凌 有的人被上级骚扰 甚至有的人连睡眠时间都没有 一直工作到三更半夜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有些人即便身心俱疲 即便忧心忡忡 但仍然不愿逃离 在他看来 这未免也太难为自己了 虽然说公道自然成 但万事都应以身心健康为前提 如果觉得这个工作对自己没有益处 或者已经不能忍受了 那么干脆离开 在身心受伤之前一定要果断下定决心 人在做重大抉择时 面对的不光有积极向前的感觉 通常既有挑战向前的勇气 还有想要逃离的消极情绪 这都是正常现象 换言之 逃离也是改变人生的原动力之一 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 最重要的是自己主动做出选择 然后要为自己决定的结果负责 在中村横子看来 不应该是因为眼前的工作糟糕才导致自己如此 而是应该自觉地通过自己努力主动改变眼前的工作 活出自我 习惯遇事不抱怨 依靠自己解决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能想办法解决 这样才能工作顺利 自己也舒心 对于许多人来说 工作好打理 但在工作和家庭之中寻找平衡就比较难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看为这个问题努力的大半生的中村横子有什么好的建议 如何处理好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这是大多数人都关心的重要问题 在中村横子看来 与他刚工作时相比 虽然现在的职场氛围 男女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但在工作和生活之间举步维艰的人依然很多 尤其是在家庭中承担重任的女性 想要做好平衡取得成绩 难度更是大得多 很多已婚的职业女性明明在职场有着远大的抱负 却又与家庭无法实现 从而丧失自信 心情焦虑 对于许多心气比较高的人来说 这种感觉真的很痛苦 但仔细想想 为什么非要达到理想的状态呢 为什么家庭和工作都要做到所谓的和别人一样好呢 这么做又是为了谁呢 中村横子语重心长地跟许多职场妈妈说 其实不完美也是可以的 世间不存在完美的事情 看似完美的人或事儿 当你深入了解后 可能会发现金欲其外 败序其中 每个人都有不能对别人诉说的事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 每个人都不可能事事做到完美 因此希望你能放弃 希望万事都朝理想方向发展的想法 转换思维 思考如何做才能推进事情顺利进行 拿中村横子来说 从长子出生到次子长到五岁这一阶段 一直承担着家庭主妇这一众人 对于带孩子 他基本上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而且从不强求什么 自我感觉做到正常水平就可以了 他对工作也没有那么高的期待 也没有什么理想 觉得就这样 一直做个全职妈妈也可以 后来医院人手不足 要求他回去上班 再加上丈夫赚的钱全部喝酒花光了 父母从乡下过来探亲 看到眼前的状况 告诉中村横子 你去上班吧 孩子我们可以照顾的 一回到医院 工作排山倒海而来 没办法 照顾孩子的事情只能全部交给父母 本想二者坚固 但现实和理想差距很大 当他琢磨自己能做什么时 发现可以尝试两者都不放弃 在他看来 与其追求完美而挫折不断 不如以笨拙的方式坚持下去 制定一条界限 确定超过这条线就可以 努力进取 确保成绩不低于这条线 这样即使中途出现问题也没关系 中村横子在工作时 最看重的就是家庭和睦 因为如果家里发生纠纷 或家庭氛围不好 就会影响孩子们的心理状态 比如夫妻吵架 婆媳关系不融洽 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紧张等等 孩子就容易走上歧途 甚至导致严重的心理障碍 尤其是母亲 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 如果母亲的情绪不稳定 孩子的精神状态就会受到影响 中村横子结婚后就有了孩子 即使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还是会为了孩子把家庭和睦放在第一位 家庭和睦不仅仅对孩子颇为重要 对父母也很重要 如果孩子出现问题 甚至走上歧途 父母肯定会心神不安 也就无法好好工作 父母的心情会扰乱孩子的内心 孩子情绪的波动反过来 又会反弹给父母 而且无论是孩子还是家庭 不要试图追求完美 保持一种细水长流的态度 结果会更好 其他家庭都这么做 世间大众都这么做 不要去和别人家比较 那么我们家这样 实在是没办法的想法 就不会纠缠你 而且追求完美 只是父母的一厢情愿 和孩子的幸福并无多大关系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与其为设立高远的理想 不能实现而苦恼 不如平和欢笑地与孩子好好相处 即使父母给予不了孩子太多 孩子只要感受到 父母在竭尽全力 用爱守护着他们 他们就会安心地努力进步 关于养育孩子的话题 其实深入了解后 我们就会发现 很多家长真正关心的 并不是孩子 有的父母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 有的父母在意的是 社会的衡量标准 总之原因多种多样 这些人要么在意 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干什么 要么在意与别人家孩子相比 自己家孩子怎么样 反正很少会正视 孩子本身的需求和发展 所以中村恒子说 培养孩子没有必要和其他人一样 为了孩子的未来发展 想让孩子在什么年龄段学习什么 这些都是次要的 最关键的是 父母应该真心为孩子的幸福考虑 并付诸行动 这样做 才能将爱传递给孩子 即使你工作很忙 也要尽可能以某种形式 让孩子感受到 我一直在关心你 当然呢 养育孩子不可能持续一辈子 带孩子也有疲惫的时候 而且当把孩子养育成人后 父母的人生之路还很长 只要经营得好 这一生还是可以过得很有趣 无论家庭工作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对于我们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内心 中村恒子认为 只有我们学着丢掉不安感 让自己的内心归于平静 才能过得欣喜 过得自由 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人为什么会感到不安 大多数情况下 不安是因为对未来考虑太多 对于不可预见的未来 一有这件事该怎么办 发生不好的事该怎么处理 失败了该如何应对之类的想法时 就会感到不安 相信很多人 因为这种不安失眠过 但是请你放宽心 未来从来不是担忧出来的 比如对于经历过战争 及战后混乱的中村恒子来说 从未想象过 会有如今这样富裕的时代 也不敢相信他自己 能工作到八九十岁 当然有很多事情亘古未变 比如每天都有晨昏 肚子饿了要吃东西 但是这些都和时代没有关系 总是在意未来的事情 殊不知未来可能不会让你如愿以偿 想要生活过好 只要想清楚 今天一天的事情就可以了 当然只要你活着 各种偶然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比如失眠的时候 如果想着到了晚上先睡觉 第二天早上再思考 很快就能入睡 第二天早上 心情就会发生变化 想法也可能与之前不同 到了公司 工作中发生的事 常会与之前预想的背道而驰 这些都不是担忧能解决的 拿中村恒子来说 丈夫是酒鬼 孩子体弱多病 还有很多事让他烦恼不已 即便如此 他还是该吃就吃 该睡就睡 好好对待生活 这样大多数烦恼的事情都会消失 所以无论如何 不要忽视你面前的事情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当你努力做好当下的事 你会惊喜地发现自己的担心 已经烟消云散 虽然这样说可能会让人误解 但人一旦闲下来 就容易想很多负面的事情 如果你常常思虑过多 不如试着关注当下 做你最应该做的事情 但很多不好的事情 不是异想出来的 人生总会遇到不愉快的事 有些事能靠自己解决 而有些事我们无能为力 我们的困扰主要来自于后者 对于千方百计也解决不了的事 要怎么办才好呢 比如对于中村恒子来说 战争和家庭环境就属于这类问题 都是他自己无论怎么做都不能改变的 但人的可塑性是非常强的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 只要坚定地认为 这就是自己的人生 就能适应环境 然后顺其自然地走下去 而且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痛苦的经历可以扩展人的本性 就像肌肉可以锻炼拉肾一样 所以中村恒子说 如果今后有了痛苦的体验 也可以是学习新事物新看法的重要时机 有时候看似一切归零 实际上也可能是新的起点 等事情过后 仿佛凤凰涅槃般重生 你就会觉得以前的苦恼简直不值一提 或者感到自己怎么一下子变厉害了 在不断重复这样经历的过程中 人生会变得更轻松 不管怎么说 大多数事情都会得到解决 人生只能笑着走下去 即使遇到困难 只要该吃就吃 该睡就睡 保持身体健康 坚持努力 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所有的经历都是有意义的 如果你有这种真切的感受 在关键时刻就会更努力 世间之事是无常的 人生自然有起有落 对任何人来说 可能都会碰上总也不顺利的阶段 比如本来觉得应该有好事来临 结果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糟糕的事情 喜与忧的瞬间转换 让人心里难以接受 诸如此类的事件 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接连发生 当人生处于漩涡中 当然不会好受 但也不要担心 因为无论如何 什么状况都不可能持续一生 人生如同登山 有平地也有高峰 有平坦大道 也有陡坡坎图 如果总也不顺利 那么你就要意识到 人生本来就是这样 不顺不只会光顾你的人生 中村横子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 不管什么样的人都会经历不顺 这时呢 我们不妨学着练习 逆境中的生存之道 这是人生的必修课 那么一连串的不顺降临后 我们该如何做呢 首先不要停歇现在的脚步 做什么都不顺 干脆辞掉工作待在家里 或是看电视玩游戏来打发时间 或是借酒消愁 暴饮暴食来毁坏身体 这样就是止步不前 这样做呢 只会让转机离你而去 如果继续前行 安稳地过日子 你建立的人际关系 还可以维系下去 这一点直观重要 我们无需做超越极限 或勉强自己的事 遭遇不顺 心情也会变得糟糕 这时候可以找让自己 感到毫无心理压力的人 去倾诉 同时尽可能不给自己 增加工作或学业上的额外负担 在逆境中 比起大干一场的努力 慢慢调整 更切合实际 如果用尽全力相当于100分 那么这时候 只要用60分的力量就可以了 按部就班的 好好工作和生活 就能把握转机 好了 人间值得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 现代社会的主流思想 已经完全被消费主义裹挟了 我们对于好的生活的理解 貌似只有出人头地 享受奢侈人生之类的 中村横子却用一生告诉我们 把人生过得值得 过得欢喜就好 当我们想要更加如何时 就会对生活感到不满 觉得这样下去可以吗 因此便会陷入不安之中 但请你记住 人生的满足感 并非由别人决定 也绝不应追求和别人 同样的生活 因此 请务必意识到 这是你自己的人生 只有这样 人才会活出自己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人生 一直被他人影响 而疲惫不已 那么就想想这句话 这样你的人生就一定值得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感谢您的听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